记者林心汉新北报道,立委黄国昌接获新北市西志区研究院社区民众陈情, 知去年10月发生土石坍塌后,新北市政府仅进行紧急抢修的水泥浇灌, 表土喷浆后就毫无作为,现在迅气来临,担心再度酿灾, 黄国昌今天现堪,痛斥新北市府八个多月来怠惰白烂, 让居民持续活在不安全的恐慌中。 对此,新北市府反驳,京土木、大地、水宝三家计时工会的灾害鉴定, 都指出是研究院社区下方的水路逃空地基, 好与袭击冲刷边坡所致,坦塌处属于私人社区范围, 应自行负责附建工程,不该要求全民买单。 黄国昌胡乱指责骂错对象, 去年10月14日连日降雨,造成西纸东市街201项研究院社区下方边坡发生大规模土石坍塌及陆基掏空, 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尺,有三、四个篮球场大小, 危及其中四栋建物安全, 新北市府连夜冒雨抢灾,暂时稳固遭到逃空的陆基及稳定滑动坡面。 研究院社区居民指出,在初步的进击抢修后,八个多月来新北市府毫无作为, 坡地滑动仍是现在进行事,也没有查明坍塌原因及究责。 他们质疑,坍塌原因是社区上方的两个大型新建案破坏原有水土保持, 排水系统无法附和所致。 黄国昌说,为了保护居民生命与财产安全, 坍塌后他要求水保局及新北市政府先进行紧急抢修, 事后必须究明原因,完成灾后复原重建。 未料八个多月后,灾害复检仍未进行, 原来是新北市府副秘书长邱敬斌招上方山坡地的建商出来磋商, 由建商拿两千万元的敦金木林金给社区,要社区自行处理重建。 更离谱的是,后来新北市政府就火速发给两建商使用执照。 黄国昌说,居民要的是查明真相, 不是建商这笔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两千万元遮休费, 他要求农类会组成专案小组,积极介入, 尽速还给居民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。 新北市府公务局说明, 两千万元用来执行编坡附建工程的专案经费, 是社区管委会奔走及市府接住下, 今年四月底获建商赞助, 由时任研究院田幸前逐为与开发商及附建厂商签约, 并在法院公正,两建商的使用执照, 在这之前就已经发出了。 然而,在附建工程动工前夕, 研究院社区管委会改选, 六月新上任的林庆主委, 推翻前任田幸主委协议, 认为社区无附建义务, 应由政府出资办理, 并要求附建厂商解除工程相关契约, 同时告知市府, 说明管委会无能力执行相关附建工作, 且不同意政府监督该项捐款应专款专用公务局强调, 灾害从去年至今已历十八个月, 目前属防汛期间, 依据社区公告灾区坡地监测指数, 显示坡地滑动仍在进行, 而该私人社区所属的管委会若消极办理附建, 要求全民买单, 不仅罔顾建筑法, 还涉及水土保持法及行政程序法的法定责任, 公务局表示, 为防止灾害再度发生, 市府团队于6月19日主动前进社区, 关怀灾后复建进度, 除了请专业及时了解社区灾后至今逃空处及泼灭状况外, 也特别针对社区处理灾后复建所遭遇的困难, 给予行政与法律上的支援与协助, 公务局再次重申, 该私人社区应有防救灾责任与义务, 期盼社区能尽快展开, 并完成附建工作, 让一撤离住户能早日返家, 重建安全家园。